美军解密文件曝光 激光武器从一开始就是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NGAD的核心 最近美国空军公开了2014年到2016年期间 美国空军司令部的内部文件 当然官方文件没啥具体的细节 激光武器是如何实现的之类的问题是一个没有 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的NGAD也就是六代机 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激光武器去的 我们之前讨论的六代机会不会装备激光武器的可能已经没了 答案已经确定了 美国空军已经将激光定向能武器 看作未来先进隐形战斗机的必要系统 问题来了 美国是如何实现的 激光武器可以改变空战吗 传统的战机防御能力 主要是释放热焰弹和薄条 分别防御红外制导和雷达制导导弹 还有电子战系统进行软杀伤 未来则将交给激光自卫系统 不过陆军海军这些背靠大地大海的军种 激光武器的重量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空军完全是靠发动机飞起来的 但凡重一点就会对战机的性能造成影响 所以对激光武器的体积重量和功率要求更高 需要同时拥有小型化 轻量化 大功率输出和高光束质量 而且面对多个动态目标的攻击时 激载激光器很难从容应对 瞄准动态目标 尤其是机动性非常高的航空器上 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美国有经验呢 美国的激载激光试验平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 核心是一架经过大量改装的波音747客机 配备了非常大的化学激光器 只是因为成本不断增加 以及对其适用性的质疑 该计划最终在2011年取消 该机于2014年完全报废 不过并不意味美国放弃了激光武器 只是把目光放在了紧凑型上面 美国空军的激光武器 是自卫高能激光器演示样机项目 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进行的激光武器研究项目之一 重点就是 研发小型化 轻量化 大功率输出 以及高光束质量等性能上 都具有优势的激光武器 在战机飞行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的提高光束质量 任务丢给了美国三大军工企业 诺斯罗普 公司的Lancer已经交付了 Lancer高能激光武器 全称是下一代先进紧凑型激光武器 目前运营这个武器的是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 它是落马在100千瓦这个领域最小 最轻最高能的激光武器 体积只有美国陆军激光武器的六分之一 去年2月 诺格和波音已经向空军交付了两个子系统 加上落马交付的Lancer激光器 美国空军完全有机会开展激载 激光武器的系统整合工作 以及后续的作战实验 而对于自卫高能激光演示样机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 倾向于采用吊舱式独立结构 与集成道战机体内相比 吊舱更加灵活 可以方便各类型平台的挂载 如果发展顺利 未来F22 F35 各类预警机 加油机 运输机 都可以挂载 吊舱发射的激光束 将不只是破坏来袭导弹的传感器 而是能够摧毁其操纵舵控制系统 由于是以战术飞机为主要搭载平台 该系统的小型化轻量化是首要前提 相比美国空军此前的机载激光反导系统 波音747上搭载了六台诺格公司研制的 使用电能的光纤固体的激光器 在轻量化 小型化 大功率输出和高光束质量等方面都具有优势 美国六代机NJAD装一个激光吊舱不是没可能 而且之前火力军就提过 现在美国的F22 F117 F35都被分配到测试评估中队 用来测试一种新的镜面涂层 很有可能跟激光武器的研制或激光武器的对抗有关 除了美国 英国在第六代战机暴风的设想中 也有使用激光武器的构想 法德的FCAS同样如此 从这方面看 激光武器将是第六代战机的标配 激光作为武器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首先它可以用光速飞行 每秒30万公里 任何武器都没有这样高的速度 它一旦瞄准 几乎不费什么时间就立刻击中目标 另外 它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上 在极短的时间里 集中超过核武器100万倍的能量 还能很灵活的改变方向 并且没有任何放射性污染 一旦这种激载激光武器的技术成熟 由于激光武器发现及攻击的特性 将使得10日距内的空中机动近乎无效 甚至远距离的导弹攻击也不再有效 考虑到各国现役和研制中的战斗机都以导弹为主要武器 到时候很难威胁到装备这种激光武器的空中平台 而美国军方目前对激光武器的定位 就是一种防御性武器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隐形战机 在遭受防空导弹以及空对空导弹攻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使用机动躲避 以及干扰弹引诱这两种方式 不过随着高性能的红外成像近距离格斗导弹问世 使用干扰弹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而机动躲避受制于飞行员过载的限制 也很难进行过载太高的机动 而激光武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瞄准来袭的导弹 并且烧毁导弹的重要结构 甚至直接在空中引爆 拦截的效率要远高于目前使用的各种干扰弹 但未来不好说 机载激光武器系统将不会局限于自卫 美国的目标是发展具备攻击视距外目标 以及地面目标的能力 美国启动了多个机载激光武器的研发项目 除了自卫高能激光演示样机 还有AF-RL基载激光武器 到2025年具备打击中距离空空导弹 和对战机毁伤的能力 同时能够对地面硬目标进行超精确打击 到2029年则具备能够打击视距外飞机的能力 按美军设想 10年后战机将开始使用激光武器等定向能武器 传统的导弹 机炮都将被淘汰 不过要注意的是 激光武器并非没有缺点 它对大气条件依赖较高 较差的空气条件 例如雨雾或沙尘暴等天气 都对定向能光束的射程和功率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 激光武器一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 这意味着它无法应对饱和攻击 再考虑到现有激光武器的功率限制 想要烧毁目标 每次攻击都需要持续瞄准目标同一区域长达数秒 对于现代空战而言 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 对手只需要连续转动 就能破坏激光武器的持续瞄准 这也是激光武器最大的缺点 输出功率可能不会高于100千瓦 大概只有60千瓦左右 意味着它的输出功率甚至比一般的家用车还要小 所以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很一般的 之所以功率比较小 主要还是体积受限的 目前的Lancer其实是一种吊舱结构的激光武器 从效果图可以看出来 比F16进气到右侧挂载的攻击导航吊舱稍微大了一点 甚至不如机翼下方的附油箱 而现阶段的激光武器为了保证足够小的体型 因此功率都比较小 有效攻击距离以及储存电量也是一个问题 激光武器的杀伤效率取决于聚焦在相同点上的时间长度 激光在空中有气象环境影响 衰减严重 威力达不到不行 在交战中还需要对目标进行持续并且稳定的照射 才能达到摧毁 对面战机做个机动就摆脱了激光的照射 还是不行 甚至说照射到一半没电了 尴尬不 还有一个热管理 激光武器在连续使用时会导致设备热量激增 战机冒烟了也不行 难度跟陆机海机激光武器的难度不在一个级别 只要激在激光武器稍微low一点 或者射程与效果不行 那感觉还不如机炮来的实在 所以最适合装备这种激在激光武器的空中平台不是战斗机 而是运输机等大型飞机 因为它们的体积更大 运载能力更强 能容纳多部激光武器吊舱和配备更强劲的能源系统 且抗打击能力更好 这对激在激光的武器要求就更高了 这点落马公司也有研究 美国空军正在单独研制一种激光定向能武器 用于安装到AC-1130G幽灵骑士炮艇机上 不过这是一个体积更大的系统 不适合安装到战斗机上 估计到2023年对落马公司的激在高能激光武器 就会进行飞行测试 这就要求激在激光武器还要具备通用性 它不局限于只在战斗机上使用 所有在作战区域或附近作战的军用飞机 都可以配备激光武器 特别是那种大型跑得慢的飞机 比如AC-130炮艇机 C-130J等运输机 KC-135等空中加油机 E-3哨兵预警机 以及小型战术飞机 将激光武器系统与不同飞机平台集成 满足不同平台对激光武器的使用需求 也是激在激光武器的重点 不过现阶段的激在激光武器 大多数是起到干扰或致盲作用 而想拦截机会无人机或导弹 或者战斗机轰炸机 激光炮所需功率可不是这么一点 瞬间放电量高得吓人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激光炮需要连接能够支持 瞬间高功率输出的大型特殊蓄电池 不是直接连上电线就行的 普通交流电支持不了瞬间巨大功率放电 这就导致了它无法像机关枪那样连续发射 美国设想过能够击毁弹道导弹的大型激光炮 为了击穿高速冲下大气层的弹道导弹 表面的范埃伦电离层 激光炮在那零点几秒内的瞬间放电功率 大概相当于全美民用电力的三分之一 最后结论是能造没法用 击毁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激光炮倒是可能 但也要提供足够电力 我们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看到第六代载人战斗机 激光定向能武器无论是在吊舱中还是直接集成到机身中 现在还无法确定 不过美国空军 海军 陆军都在搞激光武器 用于作为陆机和舰载部署 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在不同类型的军舰上 部署多种定向能武器系统 其中一些功率大到足以击落敌方无人机 经验 技术 美国都不缺 等到NGAD试飞东西配备完成时 简化版的激载机关武器已经试飞成功了也说不准 毕竟美国在保密领域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SHIELD AHEL 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机载激光定向能武器计划 如果美国现在表示自家的激光武器计划就只有两三个 火力军是肯定不会相信的 谁能没点压箱底的技术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美国六代机NGAD上的激光武器什么时候会亮相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